大家早安 我是PJ 那目前是在Night Day 担任後端的開發者 那今天我來跟各位介紹說 大家對我們Night Day的開發者 的日常生活 可能有一些 感覺有點意外的点 好 首先 這個是JCConf 所以這個點我想大家應該不意外 我們Night Day Java是我們Night Day在後端開發 使用最主要的程式語言 它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們 當然Java 然後Java Serverless 除此之外 我們還使用了SpringBoot 跟大量導入ESPJ 那剛才使用Java 當然就更不用提說 各自各樣的 那個開源專案的 那個open source library 講到open source project 有人問過我說 你們Night很神秘 是不是你們所有的東西 通通都是自幹 其實是相反的 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們大量使用open source project 從我們底層的那些infrastructure 比如說MongoDB Radies 然後到我們開發時 時候使用的framework 比如說Vue React 等等 我們大量使用的open source project 這可以大幅加速我們的開發速度 好 那再來DevOps DevOps是最近很紅的一個名詞 但是其實我們 它老早就是我們那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每一個功能從規劃 開發建置 測試 部署 到後續的追蹤 再回饋到下一次的開發 是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 那這個過程 之中迫使我們RD在開發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說 我們今天寫出來的code 它到底是不是可測試的 我們所設計的架構 它是不是可擴充的 以及我們需要收集哪一些數據 我們上線之後要怎麼監控 我們要怎麼證明說 我們的開發出來的那個功能 是使用者喜愛的 這是我們的日常 好 那再來 目前我們Night Day 在台灣、香港和泰國 三個國家提供服務 然後我們主要機房在日本 所以國際化是直接內建在我們的基因裡面 我們有四個以上的Scrunk Team 隨時喔 隨時都是在四個以上 那所以一般的Scrunk Process 對我們來講是不適用的 我們使用類似這個Large Scrum Process 來進行我們一般日常生活的開發 那據我所知 我們也是台灣唯一使用Large這個框架的團隊 然後我們使用Micro Service Architecture 然後目前是每兩個禮拜有一次大的Release 那這個速度一直在那個持續的增快 然後Release的時間持續的在鎖短 那我們的目標最後是一天至少一次 我們每一個月都有1億以上的活躍使用者 然後總共貢獻了超過50億的瀏覽次數 所以這些總和下來 大家可以知道說對我們來講我們的核心價值 就是Scale跟Speed 我們地理上的Scale 我們團隊上的Scale 以及我們開發程式架構上的Scale 我們開發的速度 我們網站服務的速度 以及我們內容推陳屬性的速度 這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好 那下一個問題就會有人問 聽起來壓力很大 其實不會喔 我們公司有各式各樣的社團 然後內部活動非常多 比如說Family Day Hack Song 這些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然後我們自己團隊也都是差不多 至少一季一次啦 每個月沒有一次就已經很誇張了 會出去做Team Building 這些是我們Team Building的照片 然後另外即使是在疫情之中 我們也是持續送人出去國外 參加各式各樣的Conference 各位的右上角那一個 就是我們上個月有同事去泰國 參加Conference的照片 好 以上講完 今天我最重要的目的是在這個 如果我剛剛講的話 讓各位覺得很臭屁的話 那很抱歉 我這個人不是這個樣子的 如果大家覺得我臭屁 那是因為我對我的團隊非常非常的自豪 如果說各位喜歡速度 喜歡挑戰 喜歡跟一群熱血 然後又很聰明的人共識的話 歡迎現在手機拿起來 掃描上面的QR Code 看看我們的職缺 我們各種人都要 我們從後端前端 App Developer 然後甚至Designer 我們的Business Team 也通通都在招人 那我個人今天會在那個外面 我們有一個night的攤位 在那邊隨時stand by 那如果說對上面的職缺 或者是對night day的生活 或者是我們的架構 我們平常是怎麼做事情的 感到好奇的話 歡迎隨時各位來找我 好那以上是我今天的簡介 謝謝大家